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从17年和18年勇士五星豪华战舰连续拿到总冠军后 NBA之后6个赛季 分别有6支不同的球队夺冠 19年小卡带领的猛龙 20年战维组合率领的忽人 21年字母哥带队的熊鹿 22年库里康奇的勇士 23年约基奇带领的绝金 以及金下双叹花带队的凯尔特人 首先 NBA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但却发统治级别球队 说到底在夺冠后 真容很难为止注视一个巨大问题 以金下夺冠的凯尔特人为例 为了留住他们的冠军框架 一年时间里花出去10亿美元 而到了25到26赛季 他们11名有合同的球员 预计就要支出5.3亿薪资 2.3亿加车止税2.8亿 当然 这个联盟从来都不屈富豪老板 典型的代表是快船的鲍尔默 蓝网的蔡崇信 但这个夏天 蓝网着手重建 宋泽布里奇撕换来了五个手轮签 快船将球队薪资大幅降到第二土豪线之下 变得更加理智 看不到夺冠希望 还不如踏踏实实围绕小凯加哈登 配备一批蓝领角色球员 包括勇士 告别了克兰后 连续的道理凯尔加希尔德加梅尔顿 阵容防守提升 厚度增加 球队也更加立体 简单来说任何操作都有迹可循 但有一支球队 他们花钱也不少 但一眼看到了新赛季结局 装聋作哑敷衍了事 NBA最让人失望的球队诞生 妹妹公布新赛季球队薪资排名 台湾加森林郎加凯尔特人加雄路霸战 前四毫无悬念 但第五名竟然是胡人 1.95亿美元 比起这多关人们球队都要高不少尼克斯1.9亿 绝近1.89亿 骑士六人1.88亿 如星霞1.85亿 但是按照ESPN给出的计算 胡人新赛季预计排名西部第11位 正常情况下很难进前十 包括灰熊 火箭 勇士 国王 皮湖这些球队都更有竞争力 上赛季 胡人的表现超出预期 比预测多赢4.5场 是所有球队中最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胡人在分差不超过三分的比赛中战绩 是11胜4负 而联盟其他球队没有一直在这样的比赛中超过9胜 虽然胡人的角色球员出现严重的伤病 温森特和范德彪都长期缺阵 胡人全队因伤病缺席的场数 比NBA平均水平高出28% 但詹姆斯和农梅是相对健康的 两人上赛季合计打了147场比赛 而前两个赛季平均只有103.5场 新赛季 詹姆的出场次数很难再达到这个水准 比上赛季少赢3.5场 也在情理之中 从胡人惊吓操作说起 选秀大会上 首轮17顺位选中了科内科特 4轮55顺位选中了老詹的儿子布朗尼 自优式场开启后 四年3200万续约了克里斯蒂 关键是过去两年时间里 克里斯蒂基本上进不了胡人轮状框架 属于边缘球员 此外就是詹姆斯两年1.01亿美元续约 一开始不是这个价格 但为了让胡人薪资在第二土豪线之下 詹姆斯自己将薪了260万美元 此外向拉赛尔 伍德 海斯 雷迪生等人 由于没有太好的市场行情 纷纷选择留在胡人 胡人薪赛季占目4,873万加农煤 4,322万美元之外 梁塞尔1,869万加巴村雷 1,700万加 李福斯1,300万加 文森特1,100万加 范德比尔特1,071万 五位千万级别合同 基本上合过去两年没什么变化 那胡人薪赛季上现在呢 说两件小事 其一 美美在对新赛季30支球队教练进行排名时 胡人薪帅雷迪克排名倒数第一 胡人管理层当初选择雷迪克 美其明月希望他像斯波那亚 帮助胡人完成辛劳过渡 到未来打造胡人自己的文化 和胡人一起成长 带雷迪克从球员退役 到场时间担任解说 再到直接空降成NBA主帅 他是NBA历史上帝刘文 没有任何助教或者主教练经验的NBA主帅 他能行吗 其爱 这个夏天胡人连续错过瓦篮 克莱 保罗等人 龙媒多次表示 他希望在新赛季打4号位 希望身边有一个大个子 从胡人阵容来看 体不惜只有一个海思 明显不够用 那胡人如何回应呢 用双相合同签下了22年33顺位的科洛克 菜鸟赛季场均3分3篮板1盖帽 上赛季因为血栓问题暂立赛场 转栏记者里得抨击胡人管理层 这就是给胡人和新龙媒配备的5号位搭档 曾秀赛季毫无操作 到许约出现失误 再到被迫维持一套失败的阵容 关键普林斯和丁维迪还离开了 去年夏天西绝被决金灵到四横扫出局 今年夏天遇到绝金 首轮被以彼斯淘汰 詹姆斯又老了一岁 龙媒也不堪重负 拉塞尔明显信不在胡人 只想再混最后一年球员选项合同 和文森特一样 根本松不出去 胡人管理层装聋作哑 敷衍了事 胡人对很多球星都有兴趣 包括不限于英格拉姆 拉文 巴特勒等 但胡人管理层从来都不会付出行动 不舍得拿出未来的首轮签 他们一方面敷衍詹姆斯和农梅 一方面还考虑着詹姆斯退役后 球队还想立刻有重建资本 但两头都固着 往往两边什么都得不到 只能说胡人是NBA最让人失望的球队 钱花了也不少 担心赛季别说打绝金 他们大概率都打不到季后赛 然后另外一边 作为老牌竞驴 金州勇士的阵容名单在金夏迎来了巨变 克莱出走达拉斯 水花兄弟正是解体 大家都很好奇 两年前还能登上联盟之巅的他们 是否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这就要看一下三位球员的状态了 这也是勇士新赛季的三大看点 第一 库里的邮箱里还有多少哟 别看库浩天长着一张娃娃脸 但妈十八年出生的萌神 即将年满三十七岁 要知道 三十六岁对于NBA后卫球星来说是一道坎 强如乔丹都没能在三十六岁以后 再然只要不来NBA 当然 库里的能力无庸置疑 巴里奥运会最后两战的呐喊畅林里的三分个人得分秀 相信已经让无数人为他折服 问题是NBA的常规赛太漫长了 库里将面对此前瞻姆斯的困境 如果常规赛阶段不发力 恐怕连门票都拿不到 如果发力过早 那么就没有余力应对更为残酷的近后赛 新赛季还是库里在一次面对没有汤普森 为自己分担压力的困难 萌神能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 让人很是好奇和期待 第二 全身新婚归球场的维基因斯 能否找回两年前的自己 如今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 嘴格这两个赛季频繁离队 状态严重下滑 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米切尔 维基因斯病重 如今 老维基因斯离世 嘴格长痛化为短痛 但也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回到球场上 就看他能否化悲痛为力量了 毕竟维基因斯的身体天赋还是摆在那里的 他只是需要适应比赛节奏和对抗 如果能找回多管技的投篮手感和防守能力 那嘴格和库里的组合在西部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第三 库明家能为自己争取一份多大的合同 在接受完区新文网的San Francisco Standard的专访时 库明家在谈到续约问题时 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眼下更应该专注于提升自己和帮助球队变得更好 能做到的事情越多 续约的事情就会越水到渠成 整个秀赛期都把自己抛在训练馆的小窟放眼 四季已经连救了一手百步穿秧的本领 迫不及待想要向大家展示 如果 真如库明家所说 他已经在自己原本单一的攻框进攻手段基础上 抬发了中远头的技术 那么他的进攻威胁将不是简单从场军时 6.1分突破20分大关这么简单 而是对勇士整个进攻体系有着战略性的提升 结实 勇士才有可能为用顶心留下他 试想两个顶心加上为金斯娜超值两星合同 这是不是还挺有竞争力的 2021年的赛季总结会上 库里放出狠话 瞎赛季没人愿意碰上我们 结果勇士真的在第二年奇迹般夺冠 上赛季 库里又放出了狠话 且看这一次能否重现2022年的神器夺冠之旅了 其实 周围取决于拉科布还剩多少激情 才大气粗如爆耳末 也有点受不了超级奢侈税的重压 在机下选择给阵容做减法 拉科布亦是如此 对待乔治 马尔卡宁的潜在交易 勇士始终势雷声大 雨点小 但如果真的还有那种 足以改变联盟格局的交易发生 比如字母哥 巴特勒提出交易申请 拉科布还有再拼一把的勇气吗 5 7 9 8 感谢观看